首先,我们把打好的字壳还有叼好的面板 叼好的面板的话,首先我们要把它叼上的毛刺,要全部清理干净 然后把它的面板卡到字壳上 我们要试一下,看它卡上的位置正不正确,会不会OK 像这样,它的面直接比较平,而且它这四个角全部都卡住的话就是OK的 然后我们用我们现在这种三秒胶,先大概点四个点,大概把它位置固定住 然后位置固定以后,我们看一下,它四个角,如果没一位的话,我们再用这个三秒胶,像这样,直接走一圈 这样它就,这个面板就粘好了 然后我们不灯的话,一般就是说叼好的底板,然后用那个刀片,先把底板的毛刺先给它刮干净 然后我们开始不灯,不灯的话,像我们的灯的话,你看用什么颜色的灯就不什么颜色的灯 我们的布灯的话,一般就要看你这个底板的形状,我们就是说形状来开始那个布灯的 我们这个叉叉一般就是,这个布固两道就可以了 现在灯先拉好,然后我们把这个电路铁打开 这个是连接线 等到它这个温度,我们一般温度设在三百八,差不多了 等它温度升好,然后我们先加焊锡 因为它是,咱们走的是 两条线,所以要把它连起来 所以要把它连起来 这有正负的,所以连这个时候正负要看清楚 负极对负极,正极对正极,如果接错的话,它灯不会亮的 然后我们这有黑白线 我们的白的一般接负极,我们的一般接负极,我们的一般接正极 我们接上灯以后,我们要先试一下,看接的对不对,灯有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再有那个12V电源,然后把它两个线接上去 红色对白色对白色就可以了 大家现在看,这个灯现在是亮的,说明它OK了 然后我们现在用三秒胶 给这上面一边稍微打一点,防止它到时候 那个加热的话,它温度有点高的话,它有的时候它那个会脱掉 如果是那个背光字的话,我们现在直接这个线就在这个灯上面就OK的 它因为它背光字,它是像这样反,反装的嘛 如果是通体或纸板的其他颜色的字的话,我们要用那个开孔器 要给这一边稍微开口孔 把这个给它穿过去 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灯线有没有那个缠在一块,缠在一块的 我们要稍微把它转一下,给它搞直 然后像这个穿过去的话,要稍微打这三秒胶 防止它拉扯的时候容易断 这样,然后OK的话等它干了以后,然后把这个底板套在这上面 套在字壳上面 然后我们要撕掉这个上面的面板,上面的纸 再打开看一下,看面板,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 如果像这样打开,如果面板没什么问题的话 然后还要面板,还有一圈 就是说这灯,灯一圈也要大概看一下 都OK的话,然后我们就三秒胶 把这个底板给它封起来 把这个底板给它封起来 一圈只能把底板给它封起来 怎么会是因为它封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